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海参加的中国朋友们大家好 我感到非常幸运有机会给你们介绍 芝加科艺术博物馆藏的中国文物 博物馆是1989年建立的 从建立的时候已经开始手上中国的文物 大概是4000到5000件 包括中国最重要的艺术传统 比如说有瓷器 有琴筒器 有玉器 书法 有书画 有漆器 还有佛家艺术 后边那三件佛像是圣坛的时代 他们算是美国自家有名的 是受到印度的教宿影响的 中间是佛 两边是菩萨 这中间是史迦牟尼梦 是 史迦牟尼梦 十番裸体的 这是上盘的一个特点 衣服比较很 非常精致 它的那个表情 稍微有一点严肃 可以说是我们的精品 不只是我们国务馆的精品 是全美最好的上盘的表述 这种观音谱色是那个南海 南海观音 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那个雪月观音 从宋代就开始流行 唐代基本上没有 它的特点是往上 然后扶着它的胳膊 然后另外那个胳膊和手在座的上面 这个观音是1923年左右入管 虽然有入管时间展出 但是最近好像20年没有展出 好像以前做过很多修复的 但是修复的不好 尤其是本世纪 就是可能在那个古董山里面 涂了一层白就是蜡 不好看 这是木质 木雕 对 木雕 对 木雕 最近我们花了快一年 把它全部修复了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没动 但是它的脸 按照原来的样子 我觉得它的表情很美 很会信任 它的衣服的纹饰可能是后来的 到明初那边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科学的研究 发现后边是原来宋代的颜色 主要是蓝和绿和黄金 但是到明初他们觉得不要太现实 他们要多加那个黄金的颜色 所以他们高明图 然后图一层黄金 显得更尊贵 对 它非常的完整 是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完整 可以说是比较完整 但是它的宝座已经没有 没有 没有 这都是点脆的 就是头上戴的装饰品 点脆的意思就是那个脆鸟 用的那个羽毛 贴在青铜或者黄金上面 有的是头沾 是 这些孩子放棺 是 这个展览比较暗 因为 鱼毛最受光样的影响 如果时间长的话 这个颜色会掉 褪色 是 其实这个不只是那个脆鸟的鱼毛 有很多比如说珍珠 还有麻辣 还有黄翠 琥珀 这都是清朝的 因为明朝的 就是只有那个万历 它皇后的墓点出租的是 有点脆的头光 更早就没了 在我们这个展厅里 可能比较好的 这是非常精致的 有杨朝龙 就是中间是一个玛瑙的一个 香港珍珠 下面有一个楼 楼相当是仙人住的地方 我们认为可能是那个西王母有关系的 还有鸡鱼 是 对 还有鸡鱼 其实这些 有的也有蝴蝶 也有蜜蜂 也有蝙蝠 也有蝙蝠 蝙蝠特别多 这些发现 还有兽 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 可能是比较老的一个人 就是那个珊瑚比较明显 还有一些翡翠 所以其实有很多蝙蝠 可能是最早的 这是金龙时代 可能 中间看到那个凤凰 两根是龙 那个凤凰上面是蝙蝠 比较大的一个蝙蝠 后边也有一些蝙蝠 就是说我们比那个美国大助会的预期 古语 多得多 我们收藏的预期 中国的古代预期是非常好的 大概有七百多件 包括一些 有一些很少 很少有 大家都知道那个 是金鱼律衣啊 但是比汉代早有一些 预期也是 放在那个尸体上面的 可以说那个是 那个金鱼律的前身 前体 那些大部分都是青春时代 江湖时代比较少 有的预期 我们不知道它用处是什么 比如说这件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用处是什么 这个玉牌 但是后来发现在一个木里面 发现那个 春秋早期的一个 不是单独的 是跟瑪瑙 很多瑪瑙的珠子 一起挂 挂在脖子上 或者挂在腰上 应该是倒过来 但是你可以看上面 有一些小骨 这些小孔 里面本来里面有线 圆起来 然后佩戴在身上 对对 还是一个显示身份的装饰 是 这一对玉绒 龙配算是我们精品之一 很美 也是挂在身上 也是一种玉配 春秋晚期到江湖早期 在那个宫廷里面那个柜子 都是带玉配 有文献记载 君子带配 很带玉配 可以说是相当道德 将君子温润如玉 对 就是很谦和 典型的中华文化的特点 这个保存的真的非常完整 对 这个可能到西汉墨气到东汉 戴在手上了吗 本来是戴在手上 我忘了那个中文名字 是跟那个公社有关系 就是用 哦 搬着 搬着 对对对 但是这个已经变成装饰品 装饰了 是 你看那个驰龙刻得非常非常好 很怀利 这是驰龙 判代的一个新的风格 就是将过时代比较少 这个白色的是玉琴 你说这个 这个是石变 开场石变之后 就是组织结构都发生变化了 是 尤其是在某一些墓里面 尤其是在浙江江苏 他们经常有石变 就是变成白色 这些玉琴都是跟宝剑有关系 这是跟那个驰 中间穿那个腰带 然后这是那个宝剑的头 这三件是代沟 这个非常镂空的一个 是将过晚期到西汉初期 右边是龙 左边是凤凰 所以这是刀锹 你看这个线条非常油腔 好像不是一个特别硬的东西 完全看不出那个刀的那种痕迹 是这是玻璃 这是玻璃 这是玻璃 是蜻蜓 蜻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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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纹饰是挺特殊的 这个叫做名称是方舟鬼 因为下面是方舟 下面是圆形的 两边的那个龙是很特殊的 嘴长开的 然后也有大眼睛 它的身体是卷起来的 从边上可以看 完全是卷起来的 但是下面那个方舟上面 也是很特殊的 看起来是两个鸟 是对称的鸟 但是鸟的头 仔细看就很明显 是那个大象的鼻子 长鼻子出来的 很奇怪 是跟某种神话或者宗教相关吗 那肯定的 但是没有文献记者 没有文献 所以我们只能就是做一些推测 但是没有根据他们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意义 相当什么很难说 但是也有可能不相当什么 就是完全是那个一种公式 最近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 他认为这些青铜器上面的文献 当然是有意义 龙是有意义 但是他们艺术家 那个设计这个文献的人 比较有自由 他要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不是一个国王给他 命题 对 下命令 自己有 自己有 这些人是非常好的一件 本来他们都以为是假的 颜色 主要是颜色 好像不是出土的文物 但是可能就是从宋代 可能是宋代出土的 然后经过很长时间在收藏家 他们就是涂一份颜色 我们那个布文的主任 做了不少研究对这个 他们不一定喜欢那个原来的颜色 出土的颜色 他们就涂一层气 不过它好像形成了一个另外的质感 是 对对 宫廷里面收藏的青铜器 也有这一类 不是绿的颜色 这就是那个西周时期 有大鸟 但是已经开始 这有点抽象画 就是到西周晚期 龙和鸟基本上看不出来是什么 它们的形态 但是这还可以看 当然这种鸟不是普通的鸟 肯定是蜂蜂 有一些青铜器 他们带名问 这个是提到国王 但是你写是哪一个国王 这是一个研究西周青铜器的一个问题 经常提到某一个国王 一般不提 偶尔提 所以这个只提18年的 到底是哪一个王 他没写 所以我们只好做研究 大概有一个看法 是不是是某一个王 太古老之后 因为没有史料记载 所以不容易去推断它的一些年代 只有几件西周的青铜器有王的名字 很少 很少 我们还有一件是 就是买的时候是我们博管花的钱最多的一件 现在给你们看 就是这一件 这是那个 流金的铜铺 看起来完全是像黄金一样 但是里面就是铜 江国时代中国发明了一个新的 用金一个铺在铜器上面的铜铺铺 这是那个二十年代入管 如果后来发现有很多这一类的 那就可能不值得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这个还是在美国算的第一名 就是最好看的 最大的 而且那个纹是最细的 如果仔细看 可以看到有龙有凤 有金也有银 这个算铺铺 但是周代的铺铺 我觉得有的所谓的汉代的铺铺 主要是在宴会里面用的 不是在祭祀里面 但是那个 上周的铺铺都是在祭祀里面 汉代的 的那个 青铜器 名文里面说 一般讲龙江的名字 这一点 都不合理 Fantastic 这个汉代是 丝绸之路的一个典风 唐代是 非常富裕 唐代那个墓里面的 那个 名气 跟汉代的名气 完全是两个不一样 第一 他们刷右 就是有唐三彩 有绿 有黄 有白 还有一些 所谓的 三彩 其实 加一个颜色就是 蓝 蓝就是那个 鼓 这个鼓 就唐代开始使用 到宋代就没有 就元代 又开始使用 用一个清华瓷剂 所以这个可能是进口的 这个 这个原料 它这个裙子的颜色应该是 烧制的 什么自动摇变出来的 你说那个衣服 那个 衣服的这种 对 留下来的 这种颜色 是 是 它的脸 脸上很少留色 脸上就是烧 烧好了之后 是处一层 但是很容易磨掉 这儿你可以看 还是有一点红 红颜色 对 这个女的水 比较匀 是 它的袖幕 稍微露出了 而且这个 在中国的 桃子女们和少女 这两个人 大概是印度人 这个人 她穿的衣服 完全是印度人 而且她的珠宝 她的项脸 很像印度的珠宝 这件也可以说是 我们正关注宝之一 明永乐 就是明初的清华词器 是一个顶峰 这个TU叫 宝月瓶 其实宝月瓶的来源 可能是西方的 现在没有 在西方在中东 可以追溯到红枣的一个时间 我们认为有可能 到了明初的时候 就进口一些外来的宝月瓶 中国的中间就是模仿 但是不完全是直接模仿 这个我们也认为 可能是出口品 是因为那个时候 在中东有很多国王 想进口中国的瓷器 他们自己没有瓷器 只有中国有瓷器 所以进口大量 但是他们的文社 不一定是跟中国 就是他们的美学感 跟中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宝月瓶的量 可能就是为了出口 跟一个博士的一个国王 所以这件只有一件相似的 全世界只有一件是相似的 而且是就在藏在那个 土耳其的一个博物馆 这个文社是两种花在中国是比较少有 但是风格还是中国的 你看这个有点像那个 在在一个画 中国画上 空白的地方多 对 空白的地方 这个构图还是中国式 对 这个跟原来的 那个清华瓷器的风格不一样 原来的这个清华瓷器的 不是一个密度的部分 很满 对 刚刚这个有一个 一个原来的 可以做这个 你看这 就是没有那么多空白的地方 只是密度比较强 所以这个是 就比那个早 可能50年左右 或者30年 而且这个是 肯定是 是后来的 中东 因为下面 签了一个字 是阿拉伯文 就是在那个背面 就是到阿拉伯的一个 一个国家以后 有一个人 可能就是那个拥有着 就把他这里的那个字 签在那个瓷器下面